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昨天迎来了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 共产生22枚金牌 中国军团战绩出色 以12斤4银6通的成绩暂居金牌榜奖牌榜的第一 在昨天上午举行的男子25米手枪军事速射团体赛中 中国队获得了本届军运会的首枚金牌 为本次军运会征程赢得开门红 本次团体赛共分为三组进行 每名选手共射出60发子弹 在率先进行的第一组比赛中 中国选手谢震祥是以585环的成绩暂列第二名 在随后进行的第二组比赛当中 老将金勇德以583环的成绩排名小组第四名 最后出场的中国选手姚赵南顶住压力出色发挥 打出了579环的成绩 最终中国队以1747环夺冠 俄罗斯朝鲜队分获二三名 军运会射击比赛除所射项目远多于奥运会的15个小项外 比赛时所发射子弹规定时间也有所不同 奥运会25米手枪速射项目当中 每5发子弹所用的时间分别是8秒、6秒和4秒 在军运会该项目当中 每5发子弹所用的时间为10秒、8秒和6秒